月经不调,毛孔粗大是很多女性都面临的困扫,依组调查数据显示,有九成女性都存在毛孔粗大,月经不调的问题。 毛孔粗大对美丽大大减分,素颜不敢出门,上妆又不容易,仇服个人,而月经不调的危害更大,严重的可影响到孕育下一代。 月经不调,毛孔粗大的原因是什么?中医,气血不足是主要元凶,气血不足的人,会在脸上有明显体现,一旦气血不足,血气运行不畅,会使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,就容易出现血运气质的情况,进而影响到每个月月经的排出,出现血管,月经量上,痛经等现象。 而气血不足,也会影响到身体的新陈代谢,是皮肤的代谢变慢,以至于肌肤无法顺利吸收水分与营养成分,就会使脸部油脂分泌过剩,加速脸部的老化,然后出现毛孔变粗,肌肤松弛,长豆长斑等现象。 月经不调,毛孔粗大如橘子皮,坚持喝一种水,毛孔一缩再缩,很多有毛孔粗大问题的女性。 应该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扰,试了很多收缩毛孔的护肤品,但毛孔还是那么大,没有什么用,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没有针对性的解决。 上面已经讲到,毛孔粗大,月经不调,气血不足是主要原因,想要改善毛孔粗大,先调好气血,不然涂在柜的护肤品也没用。 这里介绍一种植物水,鹅胶玫瑰叶,从内调起补血,改善月经,搜索毛孔,食疗奔草,记载,鹅胶玫瑰叶。 分别取鹅胶4克,玫瑰6克,桑芯6克,枸杞3克,芙苓4克,隔根5克。 洗净毛主引用,牛型气活血,力气补血,清除自由基,消除色素沉着,排毒养盐等作用。 鹅胶玫瑰叶改善月经及毛孔粗大原理,鹅胶。 本草纲目中记载,鹅胶,大药只是补血与液,可滋阴补血,使肌肤变红润细腻,延缓衰老。 玫瑰,有解育生药至美育,具有理气解育,调理生理,美容养盐等多种功效。 方身,具有养血滋液,润肠通变,改善肌肤血液供应,营养肌肤等作用。 肤灵,可健庇趋势,解肚,润则肌肤,美容养盐,去命胚斑等。 枸杞,枸杞子中所含的多种维生素和大量矿物质元素,能促使肌肤大量吸收养分,以及自我完善修护,有助于隐缓肌肤衰老。 隔根,促进血液循环,对中年妇女和绝境期妇女养盐保健作用明显。 熬煮其实是比较传统的工艺,废食,营养容易流失。 为了避免有效的流失,更快的改善调理月经,收索毛孔。 现代医学在原配方基础上加入益生菌发酵,得到微生的胶能归发酵液,并且熬煮的麻烦。 直接饮用,坚持二到三个月,月经明显得到改善,肌肤变红若有光泽,毛孔变小。 毛孔粗大形成速度极快,但想要收缩变小却不是一时就行的。 所以,大家要有耐心坚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